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内幕节目,我是宇童 日前,郑州富士康连续多日爆发员工反抗疫情封锁和中共的杀鸡取卵,严重侵犯人权的行径 同时,周边地区以及其他省市也爆发了大规模的民众反抗与警察冲突的事件 显然,中共一向对民众采取的高压管控,引发了愤怒的人们更加激烈的抗争 富士康员工起义及其引发的连锁效应,成了人们关注的热点,并在网络上持续发酵 目前,中国国内网上有关河南郑州富士康的视频和消息均被删除 但是,不断有人突破网络封锁,将视频传到推特等海外社交网站 很多大陆人也通过翻墙看到了这些真实的讯息 之前,因为中共野蛮的疫情封锁,导致多人被饿死在房间内 到了11月下旬,富士康厂区连续爆发多日的员工抗争 愤怒的人们捣毁了疫情检查站,与前来镇压的大白门进行顽强的抵抗 其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是在11月23日,看到有抗争的员工被打 愤怒的人们喊声震天,用铁栅栏、托布等物品击打大白警察、保安和防疫人员们 有些大白被追打得到处逃窜 还有传出的视频显示,入夜后富士康员工和警察的冲突更加激烈 大批武警被紧急调往郑州当地 工人们随手抓起周围的围栏棍棒做武器与他们对抗 警察们几度被愤怒的员工冲击得只能用盾牌遮挡和后退 期间,不断有多个视频显示有员工被围殴的场面 但也有穿白色防护服的人被打 一位推特用户转述提供的视频中员工的话说 现在厂方正在让工人填返乡问卷 每人发一万元人民币让他们回家 据视频中这位工人介绍说 最早开始抗议的工人是因为合同被改 他属于另外一群抗议者 他们是因为被分配到有阳性工人居住的宿舍 而且到晚上七点仍然不让他们吃饭喝水 因此人们强行冲下楼去 还有郑州市民11月24日告诉新唐人记者说 郑州实行的防疫政策成为镇压老百姓的工具 不能上班挣钱,还要吃高价菜 甚至健康码可以人为操控 郑州市民刘女士说 出去你得有通行证,菜都贵了,不让你上班 关闭了可多,店都没开门 马路上都没有几个人,都是他们的人 他抓住你,都把你给关入方舱医院 他说你养啊,你就养啊 他说你密接着,把你关起来,你还敢出去啊 郑州市民李女士表示 他住的地方从11月10日就开始了所谓的静默管理 既不让民众走动,禁止在自己的家里 虽然小区已经拉走了很多人去隔离 却一直没有对更多的人解封 大家都很惶恐 郑州市民李女士还表示 他们一边必须买高价菜吃 另一边菜奴门的菜,不让进城来卖 菜都烂在地里了 他说,这段时间又静默,不停地拉人 说你是阳性,没有任何的文书就把你拉走了 身边一个老大姐,整栋楼都变红码,贴上封条 人为操控的,不是核酸决定的 只能从他们指定的地方买菜 菜很贵的 郑州周边的很多菜,五分一毛没人买 全都烂到地 但是我们买不到菜 由于中共当局暴力封控 造成上个月郑州富士康爆发疫情 大批员工逃离 新招员工因合约待遇与招聘信息不符等问题 于11月22日和23日爆发大规模抗争 当局出动大批武警镇压 双方发生流血冲突 刘女士透露 河南每个村都规定要派人去富士康上班 她朋友的家人被村里骗去富士康 厂里的消息都被封锁 从传出的多个视频画面显示 富士康厂的工人为躲避疫情和摆脱警察的封控 很多工人都纷纷离开工厂 并开始长途步行返回家乡 以避免在公共交通上被逮捕 中共当局呼吁党员、公务员和退伍军人 响应政府号召 帮助工厂恢复生产 并为干部分配招工指标 刘女士说 富士康都跑了嘛 没人去 各个地方的人都抽过去 村里他都是给你骗去 不给你钱 说了多少钱 说等到明年再给你 现在跑都不让你跑 武警不让走 昨天部队开去了 镇压他们 据网上消息显示 现在因为镇州富士康爆发大规模员工抗争 当局一边暴力镇压 一边像集中营一样派武警和部队围堵 同时镇州还宣布从11月25日周五起 主城区开始流动性管理 实际就是封城 真是小监狱套大监狱 引起更大民怨 11月23日周三传出的一段视频画面显示 在富士康厂区东北侧的厂房附近 十几名中共警察和身穿白色防护服的男子 围殴几个员工 还用警棍打他们 富士康这座全球最大的苹果公司 iPhone组装厂 最近几周一直处于严格的封控状态 为缓解疫情造成的人手短缺 富士康11月已在为新招募的员工提供奖金 而在工人得知奖金将延迟发放后 一些人开始了抗议活动 富士康11月23日星期三发表声明说 公司一向按合约发放津贴 工人也无需与确诊者同住 将继续与工人沟通 据悉 富士康在郑州大约有20万员工 园区配有宿舍餐厅 篮球场和一个足球场 从全球看 富士康是苹果最大的iPhone组装商 占全球iPhone出货量的70% 日前 苹果公司表示 已派员工在该园区与富士康进行密切合作 确保富士康员工的关切得到解决 据分析 因为中共疫情高压管控 可能导致iPhone14在11月份的出货量减少高达三成 路透社说 在中国以这种公开方式表达不同意见的场景非常少见 它标志着郑州这个巨大的工厂的骚乱事件 进一步升级 象征着富士康郑州厂对当局极为严厉的清零抗疫模式和厂方管理无能的积怨 已经达到了一个危险的高度 日前富士康起义在发酵 从中国大陆传出的视频看 郑州津水区也爆发了大规模的防暴警察大白门与群众的冲突 在冲突中 警察们殴打并试图带走两位抗疫者 但被更多的民众将警车团团围住 最后成功阻止了警察带走两位抗疫者 不得不当场释放他们 还有在开封市通许县隔离点 一些富士康员工与民众不满警察大白门的封锁 又爆发了较激烈的反抗 民众们拿着棍棒等各种随手可找到的东西 与警察大白门交手 还有网友发视频说 河南郑州丰庆路中医院附近 黑心中介把人都召集来了 承诺不能兑现 中介躲着不出来 警察来了抓到两个头头 警察想要把人带走 群众围着警车不让把人带走 带走的话就不了了之了 现在老百姓就是要团结 不然的话被人牵着鼻子走 他还说 如果民众人数不多 抗争的人就会被带走 如果人数不多 这件事就不了了之了 更让人震惊的是 在四川的重庆农湖村生 一位男子公开挑战 亲临暴政 他在防控的关卡前 当着很多的大白和民众 一边愤怒地隶属防控措施的弊端 一边用脚踹开了防控的隔离铁栅栏 这位被网友称作英雄的男子 无畏强权 在人群中大喊 他说 这个世界有一种病 它叫不自由和穷 中国人都具备了 我们还为了一个小感冒 还在折腾 市政府已经错了 不自由无灵死 是他政府错了 他们只能错下去 但是他们不敢承认 他们还要继续错下去 这位英雄还问民众 这个菜贵不贵 民众齐声答 贵 他还问 有没有勇气出去打几场篮球 把这个小感冒赶跑 民众齐声喊 好 男子问 你们想不想在广场上看世界杯 民众齐声回答 想 他还问 想不想看梅西怎么输给阿扎克的 梅西得过新冠 西罗得过新冠 网球名将 德约科维奇得过两次新冠 人家拿了四次大满贯 如果影响真的这么大 他们早就退役了 我们人虽然没有他们这么好 但我们绝对不至于死 他还指出 好多名人运动员都得过新冠 但人家还是得了奖 如果真是那么严重的话 早就不行了 他的这些演讲得到了周围民众们的叫好 这位英雄还说 有写信的男人都来看看 大白说 你不要走 他说 我不会走 我要把这些录下来发到网上 我告诉大家 所有有勇气的男人 记住这一刻 后来警车来了 警察们想把他带走 他同样是被周围的群众围住 群众将这位英雄拉了出来 将他放走了 就在11月24日 广州民众在前几日 捣毁街头隔离墙之后 又爆发了民众拆毁隔离栏的事件 人们说 广州人民觉醒了 郑州与广州为全国各地做出了榜样 广州民众此次是与大白门对打 他们用拆毁的隔离栏杆直向大白门 更多民众叫好助威 有网友说 广州广东本身就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 人民团结而不具威权 还有网友留言说 打倒中国共匪党 中国同胞翻身做主 还有网友主张广东独立 并说 时刻记住 统一是贬义 独立是正义 影响周围的人 教育自己的子女 知晓这一定义 统一对民众的好处是零 对统治者的好处则是无限 如果各州省独立 清零政策不会继承到地方 日前还有一段视频在网上热传 白岩松访问卫健委领导说 疫情都结束了 看国外的球场上都坐着八万人都不戴口罩 那我们为什么还要清零呢 这时卫健委的领导回答非常棒 他这个不是回答的回答 引发网友的一片掌声 的确 卫健委领导回答 为什么还要坚持动态清零 这答得太好了 因支持八九学运 被迫流亡法国的北京四通公司创办人万润兰 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说 中共建党以来做了四件事 以革命的名义杀人 以公有的名义抢劫 以改革的名义分赃 以维稳的名义封口 现在这句话在网络上被网友们广传 好 关于清零引发富士康员工起义 连锁效应多地出现 iPhone14交货受影响的话题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 如果您喜欢这个节目 请帮助我们点个赞 如果是新来的朋友 请点击订阅按钮 并打开小铃铛 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最新的节目了 以上是今天的中国内幕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